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是人在旅途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天 聊什么话题呢? 最近听说有人又在大肆的攻击海外民运 全盘否定海外民运 那我们今天就谈一谈这个话题 先谈谈什么是海外民运 海外民运有两种界定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广义的海外民运 现在全世界的华人有四五千万之多 那么这些华人里面只要有推广过民主宪政的理念的 参与过一点点民运的组织或者是行动的 那就是海外民运的成员了 这个成员加起来也就非常的多 这是广义的 但是我们通常说的海外民运 中共攻击的那个海外民运是狭义的海外民运 也就是指那些在国内因为从事民运活动受到过政治迫害 最后被迫流往海外 到了海外以后还在继续从事民运活动的这些人 这个群体就非常的少 最多在全世界也就是两三百号人 而且这个两三百号人它不是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社群,是一个松散的社群 那这两三百号人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很多朋友有一种误解一提起民运 就认为海外民运是主流 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民主运动 它的根基一定是在国内 因为只有那些国内的人士,那些团队 它才能够扎根社区 它才能够在大变局到来的那个时刻 带领他们的团队 即时的投入这个运动当中 能够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者 能够对这个运动进行组织化 能够把他们的组织迅速的扩大 形成政治势力 那才是民主运动的主流 海外民运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具体的说它在两个方面能够起到辅助作用 第一个是在言论、舆论方面起到辅助作用 也就是说充当国内的民主团队、民主人士的 民主阵营的代言人 像我们这次发起全民共振平台 也就是接受国内的有识之士的委托 要帮他们代言 帮他们来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 那现在中共他们对我们有一种攻击 说你们就是口炮党 你们有本事回国来 在第一线来跟我们斗争 到天安门去进行共振 当然我们不会上当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内的同道 他们受到中共专制政权的压制 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舆论的平台 他们不能够持续的发声 一旦你声音稍微大一点 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发挥我们在海外的 这个有言论自由的优势 而且要依托于互联网 把国内的那些抗争群体的 他们的声音 国内有识之士的那些意见 通过互联网 再向国内的广大的民众传播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 一个团队组合 一种分工配合 也就是海外负责宣传 而国内负责组织 负责策划 负责领导行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海外是公开的活动 国内是分散的 是秘密的活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要想镇压 要想把全国的民主运动彻底的消灭 那就变成不可能的了 所以说中共你们随便说 我们是口炮党 我们就认了 如果我们不当这个口炮党 那么是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国内的民主通道不能够发言 我们在海外又不帮他们发言 那最后呢 这个舆论的空间 就变成了中共喉舌的一言堂 那这是多么可怕呀 所以这个口炮党一定要当下去 当得光荣 那第二个辅助作用呢 就是充当联络平台的作用 联络谁呢 就是把国内的民主阵营和西方的政府机构 非政府机构媒体把它联系起来 这个作用呢 现在还没有凸显出来 但是一旦到了这个大变局开始的时候 一旦国内的民主阵营在政治舞台上崛起的那个时候 他们就需要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 那个时候啊 我们海外民运的这个联络作用就至关重要 所以说希望所有的这些有能力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做这个方面的准备 那因为民运呢 它是一个松散的社群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 而且呢 它门槛很低 所以呢 中共的这个对我们进行攻击啊 有很多的机会 那其中的一个攻击呢 方向呢 就是说啊 你们呢 经常的内斗分裂 你们不成气候 郭文贵也说了 那你们团结起来给我看看 那怎么能够团结呢 因为这个门槛低 谁都可以进来 那也就意味着 中共派入了大量的五毛卧底 进来渗透 它进入一个民运组织之后 就不断的开始挑起内斗了 就制造分裂了 然后呢 这个分裂一旦形成了 中共就说 你看看 海外民运没有希望嘛 都是乌合之众嘛 不能够团结吧 然后就彻底的否定整个民运 那有没有办法 对他们进行反制呢 当然有 当然有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 我们是以项目带动团队的模式 我们不搞那些传统的组织 我并不是说传统的组织没有必要 大家已经坚守了这么多年 继续坚守下去 我们现在采取一种新的模式 就是以项目为主 我们建立这个全民共振的这个平台 这是一个项目 它不是一个组织机构 这个项目主要是要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把国内的小的抗争群体向他们宣传 向他们推广 让大家一起来在同一个时间 少数的地点集中来进行抗争活动 这样就形成共振效应 推广这个理念 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终止一个任务 那么所有的这些认同这个项目的价值的这些通道 就加入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来 为推动这个项目来做分工配合 如果是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心愿 那么就是我们团队的议员 如果你开始进来了 开始搞破坏 你自然的也就退出了这个团队 我们不需要任何章程 不需要任何这个会议 那只要你再起到负面的作用 或者是甚至没有起到作用 那么你就不是我们团队的一员 如果中共想派五毛卧底进来 可以先做了苦力再说 先帮忙发了电子邮件 先帮忙到国内的那些平台上面 你去推广 先把这些工作做了再说 没有这个工作 你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所以用这种方式 中共他就没有办法来进行渗透 第二个是一定要采取羊谋 大家可能意识到了这种方法 我们就没办法保密了 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些项目 一定是在中共知道的情况下 在中共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办法阻止 这就是羊谋 我们现在的这个全民共争平台 我们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是公开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只是单向的 从海外向国内传播信息 我们不跟国内的那些通道 采取联系 即使是有时候有一些联系 那是个人性的 那是不是组织性的 那是个人之间的联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会给国内的通道带来压力 不会给他们制造危险 那么国内的那些民众 接到了这些信息 是否接受 那也是他们自己来取舍 这并不是一个组织机构 说是你们一定要听我们的 不是每个人 大家成年人 都是按照自己的判断 来做出自己的决策 我们在这边所有推广的信息 都是参考建议而已 经过我们这种推广 如果是形成了一个共识 很多的人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会产生力量 如果行不成共识 我们就继续推广 用这两种办法 第一个是以项目带动团队 第二个是用阳谋 那么就能够破解中共的渗透 破解中共的破坏 我们把一个一个的项目 海外民运创造一个一个的项目 把他们推向国内 这个时候我们就起到了我们的作用 我们就打破了中共的这个风暑 中共还有一个方面 对民运进行大势攻击的 你像前几天郭文贵就说了 民运就是一群靠募捐来过生活的一群骗子 第一个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很多民运人士 民运团体从来没有募捐过 我们全民共证平台 从来没有募捐过一分钱 那有一些民运团体募捐过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在西方社会所有的政党 都是靠募捐来维持他们的运作的 而且法律是禁止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 不让他们挣钱的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一个掌握权力 或者有可能掌握权力的政治团体 你如果参与到商业竞争当中 是不是对其他的竞争者非常的不公平呢 所以郭文贵今下一次在用募捐来攻击海外民运之前 希望你一定要想一想 一定要知道这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常识 你是从十几岁就到出国的 对西方社会怎么这么不了解呢 所以说没文化挺可怕 你一定要继续学习好不好 那我也希望今后的这些民运团体 你们在募捐的时候尽量的做到规范化透明化 要请派遣师律师请他们来监督 让整个的运作更加的规范 那郭文贵还有一个攻击海外民运的说辞 说你们都是一帮穷光蛋 连饭都吃不上 你们有什么资格管中国的事情 那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的老师徐文利老先生 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运先驱 七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民主活动 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一共坐牢十六年 在他坐牢期间 他太太对他是不离不弃 这种感情是非常的艰真 令人感动的 后来美国政府营救他 来到美国 他进入布朗大学 成了一位高级研究员 一直工作到七十岁 他退休为止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生活 但是也是受人尊重的 非常舒适的 体面的生活 并不是按理所说的那样 连饭都吃不上的 第二个例子是方正先生 方正是八九年学运的一个参与者 为了营救其他的同学 自己的双腿被坦克车压断了 虽然身有残疾 后来到了美国之后 还是非常的成功 现在经营的是民宿的生意 不仅自己养活了一家大小 能给他们提供非常体面的生活 而且还帮助了很多新来的 新到来的民运同道 安家落户安居乐业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另外一位就是我的战友吴建民先生 他虽然也在中国坐过十年的牢 但是在中国期间就发挥出他的商业才干 到前两年到了美国 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事业 现在虽然这个事业很忙 做这个旅行社的生意 虽然很忙 但是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出来 跟我们一起来推广这个全民共振的 这一个项目这个行动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尊敬的人 那即使是有一些同道 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过于大 或者是对财富根本就不感兴趣 做过一种甘于清贫的生活 这在任何正常的社会 也是都是受人尊重的 为什么到了你那里就变成了失败者 就变成了敌视的这样的对象呢 我觉得你这种笑贫不笑仓的做法 不是他们的错 而是因为你自己价值观扭曲 到了西方这么多年 完全没有受到西方社会的这个正常的价值观 主流价值观的熏陶 而是坚守中国的那个土豪社会的那一套 扭曲的价值观 所以希望你认识到这一点 今后快点改一改 今后不要再出来说这样的一些无知的无耻的话 今天教育你就教育到这里 今后再见 谢谢大家